嗨,你好,我是Ling 过年了,少不了讲到吃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穿洁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拜,别闹 我们人类无疑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生物 我们有着最复杂的饮食结构 来支持这颗高耗能的大脑 当然,人类的大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大的 而我们是怎么从这个样子吃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先来看一条时间线 大概在600到700万年之前 人类祖先和黑猩猩正式分开 成为一个独立的物种而存在 这个时候除了能够直立行走之外 大脑容量和黑猩猩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300万年前,非洲南方骨猩 脑容量也才400cc左右 只有现代人的35% 也就是说中间这300万年间 人类祖先并没有什么变化 静化什么呢,很累的 头骨长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颅骨不大 颧骨突出 下额骨比较粗壮 旧吃很大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主要食物 依旧是植物、根茎和坚果 人家还是草食性美男子的 而粗食物纤维对咀嚼能力要求很高 下巴要很宽大 如果你尝试吃过生的红薯的话 你应该能体会到那种感觉 但是到大概200万年之前 我要说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种 能人、匠人和直立人 这三个人种是什么关系呢 也就是较跌的关系吧 不过这个事情科学界依旧存在争议 直立人可能是匠人的后裔 匠人可能是能人的后裔 这三个人种可能曾经同时生存在非洲 但他们先后都灭绝了 而直立人可能是最早离开非洲的人种 他与我们智人是不同的人种 而匠人可能是海德堡人 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直接祖先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面部特征 他们的下颚越来越小了 面部也越来越扁平 牙齿也越来越小了 脑容量呢 一个比一个大 能人平均的脑容量大概是在600cc左右 到了直立人的平均脑容量大概是900cc左右 脑子一小步 人类一大步 而从生活习性上看 能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食器的人种 他们已经习惯行走和奔跑 匠人可能是最早会使用火的人种 以及最早会开始发生的人种 到直立人 他们已经善于用火 并且会保存火种 他们对肉类的摄取开始变多 但是依旧还面临被捕食的风险 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爬到食物链的顶端 而开始使用食器和用火 这两个技能都和吃有关 比如制作食器 黑猩猩也会用石头砸坚果 但是人类却有意识地 会把它消成这个形状再来使用 比方说可以用来当武器 砸穿骨头吃骨髓 划开肉类 或者是开生蚝 开玩笑开玩笑 而制作食器这个过程 其实需要大脑参与思考 需要人类会设想 并且控制执行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过程 而既然可以当武器 说明我们可以开始鼓励 能够频繁地吃得到肉了 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非常理所当然 可是为什么 我们本来拥有强劲的下额 却还要用石头去砸呢 这件事情本身其实也蛮奇怪的 不是吗 牙不好呗 有一种假说 在2004年的时候 科学家发现基因里有种突变 叫做MYH16基因 它编码了一个鸡蛋白 这个突变让人类下巴上的肌肉小很多 但是意外的 可以让人类的头骨长得更大 也就是为大脑扩容而释放空间 所以宽下巴就变成了肩下巴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基因发生在一小部分人 甚至只有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它很可能会因为下额 肌肉力不足 而导致进食困难 也很可能会因为摄入不够而饿死 所以倒逼它需要借助工具 来预处理食物 这也是说得通的 而如果说石器可以用来预处理食物的话 那么火就更厉害 用火处理食物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香啊 用火就好比给人类消化的过程 加了倍速 原本需要咀嚼很长时间的快筋和生肉 加热以后能破坏分子结构 分解更快 还能去除毒素和杀菌 于是人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去咀嚼和消化 这样更节省身体耗能 因为我们咀嚼和消化 同时也会消耗我们的能量 而这样下来我们也可以更有效的利用好时间 而有了熟肉的摄入之后 也就是蛋白质的摄入会增多 又为大脑提供了更多的能量 而人类的牙齿也不需要这么粗大了 肠子也比以前更短了 省下来的能量又来支持大脑 而当人类开始高效进食之后 大脑就像爆发一样增长 之前南方古园300万年没有改变的东西 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直到20万年前智人出现 脑容量已经是之前的三倍了 而火的使用可能直接促成了文明的诞生 比如之后成熟的语言体系 艺术和文字 坐在火堆面前 简直太适合八卦了 也有一种说法是 会说话也是因为一次精突变 让我们可以发出更复杂的声音 促成了后来语言的形成 而之后人类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两个 我们中学课本会提到的东西呢 你有没有发现 制造工具和用户 让人类在最开始的时候 选择了一条和其他动物 截然不同的进化方式 比如肉食系动物 需要多少万年的进化 才可能雕刻出最适合捕猎的体型 和锋利的牙齿 这个过程实在是太漫长了 而如果遇到环境巨变 就可能直接灭绝 而等不到下一个进化来适应 而生理进化简直就像整容 你想再整回去就很难了 而人类用一种街外挂的方式 来快速适应环境 补充自己的不足 比如没有爪子 就把石头削尖用来充当武器 一个人无法捕获的大型动物 那就用语言组织协调就可以做到 而当人类走出非洲 开始涉足到极寒地带 连体毛都没有 简直是裸奔 于是人类就会用其他动物的皮毛 穿在身上保护自己 而不需要再经过漫长的进化 再去长出一身毛来 这一个个开外挂的方式 让人类在短短几万年的时间内 去适应了严寒 高海拔和海盗 各种各样的环境 并且登顶了食物链 碾压其他物种 人类去到哪里 哪里就有大规模的物种灭绝 所以你看 人类用20%的大脑耗能 换来了进化时间的倍速 用制造工具的办法 给自己加了一个又一个的外挂 只要换一个环境就换一个外挂 所以从这个脸型 制成这个脸型 不仅仅是更好看 而是一种极其高能的进化 让人之所以为人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 请你收一句保持好奇 大家春节快乐 我们下次再见 bye